白老师你对已婚男人都喜欢外面的野花怎么看 我觉得90%的男人在婚后遇到诱惑都抵挡不住 剩下的10%呢是诱惑不够大 婚后在遇到心意的对象概率是很大的 聪明的男人他能守得住 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该做 因为他清楚的知道婚姻是很重要的 首先他会影响钱财的对吧 离婚是至少要分对方一半财产的 其次影响他的事业 你看那些为了二加一什么真爱 近身出户都选择离的 他觉得自己能东山再起 大概率是起不来的 你觉得谁还会放心和这种男人合作呢 第三老年凄惨 大多数男人老年幸福的 都是结发妻子照顾的好 指望二加一伺候你 你觉得靠谱吗 我见过太多年轻的时候瞎胡混 老了后悔了 想起来自己老婆孩子了 你都把妻子的心伤透了 孤苦无依的时候想起来了 谁还会搭理你啊 所以聪明的男人考虑都比较长远 直到底线在哪 明白这辈子没有人比自己老婆更重要 野花再美 一美给你生儿育女 二美天天给你操持家务 三美照顾你生活起居 你肯定觉得新鲜又温柔 如果你老婆也食指不沾阳春水 不伺候你一家老小 不洗衣做饭 天天被捧在手里呵护着 你看他也能美丽动人温柔如水 只有没本事的男人 才会觉得自己的老婆不好 在这一家老婆 这些老婆 这家老婆 再靠 三美女 是自质